大家好 买回来猪肚不知道怎么做 一定要学会这种做法 这才是猪肚最好吃的做法 香辣开胃 好吃又下饭 而且吃到嘴里边特别的口弹 软嫩 绝对让你吃一次就忘不了 猪肚学会了这样做 连吃三大碗都不过瘾 而且做法非常简单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 一圈三连 求个关注 首先 我们把买回来猪肚给它清洗干净之后 下了锅中给它焯一下水 给它加入去腥三件套 葱姜 白酒 然后小火给它焯水 焯个一分钟左右 一分钟之后 我们给它捞出 晾凉改刀备用 然后我们把猪肚给它从中间抛开 给它改下刀 再给它切成细细的摘条 大家看一下 再给它切成这样的条就可以了 猪肚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备用 然后我们再准备一点配料 美人椒我们给它切去剃 然后给它切成马蹄刀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清晃你要少许 也给它切成马蹄刀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大姜少许 我们给它切成片 大葱少许 我们给它切成段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少许的大三子 我们给它轻轻的拍一下 把大三子给它拍葱 这样才能更好的出味 好 拍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有条件的话 再来两个野山椒 给它切成小段 增加辣度的层次感 切好之后 放入盘中备用 所有的配料配集之后 我们接下来上锅进行操作 然后再加入少许的花椒 接下来进锅上火 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温烧至四成热 我们下入速度给它滑下油 这再滑个五六七八秒就可以了 不要滑的时间太长 把它时间太长的话就容易老 好 我们倒出控油 再次进锅上火 锅中加入适量的菜籽油 然后把小料给它下进来 把小料给它煸香 煸香之后 给它加入一勺豆瓣酱 少许的火锅底料 再次给它煸炒 把酱香味给它煸出来 酱香味煸出来之后 我们把猪肚哥放进来 快速的给它翻炒均匀 给它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然后把青红黄椒锅给它放进来 给它一起进行煸炒 翻炒均匀之后 下来我们给它调味 加入8克的鸡精 5克的味精 3克的白糖 3克的一品咸酱油 2克的蚝油 再给它来一点点 胡椒粉 然后给它翻炒均匀 在锅烧热 我们贴着锅边 给它淋入少许的米醋 让技能去腥增香 而且更加的鲜嫩解腻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色香味俱全 好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这一款家常版的好吃 营养又下饭的 猪肚就制作完成了 猪肚小时候这样做 保证你多吃两碗饭 而且特别的减肠 不腥不柴 酸辣开胃又口谈 吃一口 都让你留恋忘法 而且这种做法也非常简单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朋友 如果你感觉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动动你发色的销售帮忙点赞 转发收藏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